大家好,习包子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啊,那搞权斗啊,整人那叫一个很高级很高级的啊,绝对是九段高手 说这个经济也不好,年轻人没工作,他不管,他现在一天到晚琢磨是怎么稳固自己的权力 那稳固自己的权力就要把过去反对他的人全部干掉啊 说最近锁定这个安徽帮,要把整个中国的高层的,省部级以上的啊,所有的安徽帮 全干掉,一个都不留,安徽帮一说安徽帮就是有几个人嘛,是不是 首先最早的安徽帮是万里嘛,万里是一个改开派的代表人群的人物啊 中国的这个土工历史的叙事啊,他很有欺骗性的,他老是这个吹捧邓小平江泽民 是吧,完了以后这个什么胡锦涛,胡锦涛都不行了啊,吹捧邓小平江泽民 其实中国共产党这些年呢,有几个人是帮老百姓干事儿的,其中有一个安徽的以前的省委书记啊 后来当了全国人的委员长的万里,还有这个四川省委书记后来当了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 这些人呢,他是有本事的,是替老百姓着想的,所以安徽帮里面呢,他们说是有个传统的啊 咱对共产党的事情呢,也不要,所有人都妈的是猪狗不如啊,安徽帮有万里开路啊 那你保留了一个同情老百姓的一个传统,所以后来的安徽这边出了还两个人嘛 一个是李克强嘛,安徽帮,一个是汪洋嘛,是不是汪洋对老百姓那是很有体虚之心的啊 李克强也是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他是也是,基本上吧 在共产党的这么一个邪恶的体制下干了一辈子,还没有丧失掉人的最后的一点点同情心 对老百姓是有基本的想同情之心的,咱话一定要这么说 所以西包子也意识到啊,他的那种红二代的那种吃喝嫖赌操的混蛋流氓地痞 江湖那种纳柔气啊,他跟李克强汪洋万里他们的套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安徽帮搞掉,这两天出来一个新闻也很有意思的 刚刚出来的啊,说这个浙江省他以前这个习近平做总书记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个人叫朱从九,做过浙江省的副省长,然后做过证监会的副主席 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啊,这个年纪比胡春花还要小呢 也没说他有什么特别大的事,他现在他在好久之前就没有做这个副省长了 据说就是被这个习包子亲自点名干掉的,后来就转到浙江省政协做副主席 政协这个副主席有什么权力啊,是不是就是一个意思啊 六十六零后啊六四年的人年轻得很啊 结果就是最近就是因为他的什么,严重违反这个党籍党风 然后被拿下了,被抓进去了 所以所有人一看就是什么呢,就是安徽帮跟习包子结上梁子了 这个表面上呢,习包子已经把这个汪洋啊,把这个李克强啊,把他拿下来了啊 自己已经稳稳当当当当的农业啊,但是安徽帮的影响力应该还在吧 毕竟他们在中共的政坛高层搞了这么多年,总归有自己自己的一个团队 一些个人马的,而中国人呢做事情呢都是有脑香情节的啊 都是有有有这个说法的是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们说习包子真是没停,现在开始拿安徽帮搞事儿 基本上过去啊,这个事情是非常智德,中国的老百姓关注一下的 习包子的叫做,叫嫖客帮,是吧 那他一辈子出来搞女人,然后就是搞内斗,搞权斗 一个就是安徽帮,所以安徽帮的人被整掉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中共高层政治内斗的一个信号 虽然这个人的级别不是很高,朱从九 但是呢很能说明问题,接下来到了汪洋李克强 还能不能够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养老 还是个问题,有人就说很有危险啊 汪洋跟李克强会不会坐进监狱是个问题啊 你要知道,当时周文康被拿下也是退休以后被拿下来啊 嘿,习包子这个人真是不能停 现在北京这边有很多人呢,也意识到 习包子这个人呢,他学毛泽东,那叫一个像 真的是,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斗来斗去 他不斗,他日子没得过,权力的欲望啊 你用所谓的路西法的实验,你就会发现 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互相是整来整去,打来打去呢 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人跟人之间打来打去 整来整去是一种权力的争夺,错 这只是比较中卫的解释,中断的解释 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人他在整人 逗人的过程中享受到一种权力的快感 快感这个词我们说的粗糙点,你知道的 为什么很多个人,很多个男人 一辈子像吸包子这样的人,就喜欢睡姑娘呢 你不要以为他就是一个满足一下 他不是,他是一种满足他的身体的欲望 只是一部分,他满足的是他的那个权力的快感 他们有一说法,说这个人呢 男人啊,我说男人,女人就不管了 男人在这个68岁之前 都是有这个旺盛的身体的欲望的 但是68岁以后基本上就歇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有那么一部分的男人 到了80岁到90岁,只要他还活着 他依然对这个女性充满了这个浓厚的兴趣 不断的搞各种秘方,什么淫斗圣游啊,什么伟哥啊 各种中医的去提升自己战斗力 为什么呀,你以为他真的是享受这种快感吗 感觉力不从心嘛,是不是 不,他是享受一种,他因为是一人物 要么有钱,要么有权 他能够征服年轻的女性 享受一种被人被征服的权力的快感 所以身体的快感,其实是小意思了 是段位比较低的,权力的快感 是吧,人类社会啊,这种欲望啊 它分三个层面,一个是身体的快感 其实这个金钱这个东西啊 它属于身体的快感的一部分 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这个民生的快感 我很有名,非常有名,我很舒服 我头里满天下啊,我民满江湖 我这个民动全球,是不是,很有名 这种东西也是一种快感 但是真正的快感是什么呀 是权力,公权力的快感 你明白吧,所以有,为什么习包子那 那撸袖子一定要当皇上 那权力的快感,然后他欲罢不能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要收拾这个什么 安徽邦 据说这个北京呢,有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事情 在各种在恶心习包子啊,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贴子啊 是一个藏头,藏头广告 当然是学的是所谓的藏头诗啦 就是以前的,有时候中国人有的时候不敢反抗的时候 就故意写诗嘛,是不是 然后八个句子,每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 加起来十一个句子,要竖看 一般都是横看的嘛,是不是 然后你看出一个意思 说现在北京有几个网站 推出了一个藏头诗 不不不,叫藏头广告 他是这个,写了六个字 是吧,六个字呢 第一个字是习 是毛主席的习主席的习 习主席的习,说这个广告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夏天快到了啊 你们夏天也还睡凉席子吧 睡凉席的习 第二个是禁 啊,禁就是山西的禁的简称嘛 是不是,也跟读音跟这个习近平一样的禁 说山西面馆,你们还有人知道你们是山西的简称吗 是不是,禁,第三是平 平是什么呢,是好风凭节力啊 宋摩上千云,凭借的平啊 说这个武汉凭借大江大湖的优势 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啊,平 那然后第六个,第四个字是什么 是大,是不是 大雄近乡,小虎旁虎什么什么 我突然想看,哎,大 第五个字是傻,小小的眼睛大大的耳朵 傻傻的呆呆的是傻 最后一个字是B,ABCDEFG 已经念完了,你还会唱吗 ABCDEFG,是不是 是B,然后呢,藏头是吧 你把前面的六个字连起来就是习近平大傻B 就搞这种事情,因为你拿习近平没办法 故意就恶心他 说这个土工高层的人也知道这些东西 会心一笑也不会大回事 因为你一炒作出来就事就大了 还有说这个北京这边啊,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北京有没有六个区嘛,是不是 过去是八个区,后来缩了 所以突然出现每个区都有这个 叫做什么,恶意讨薪 以前是农民恶意讨薪 这是白领恶意讨薪 是工人恶意讨薪 是这个公务员恶意讨薪 所以一下子一夜之间 每一个区都有北京啊,恶意讨薪 这几个意思呢,搞得这个北京施工安局 叫做什么,如临大地啊,全城抓人 还有说这个公安部也意识到这个背后肯定有高人在指挥 有人在为习主席抹黑 说全国都要整体的要行动 要堵死全国的恶意讨薪潮 以前是农民讨薪,现在工人讨薪,学生讨薪 青年讨薪,老年讨薪 是不是各种讨薪,必须把它干掉 有人要给我们习主席抹黑 所以我告诉你啊,从这个习包子整安徽帮到这个局域网 出现反习藏投尸 然后到北京整体恶意讨薪 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你就看到土工中国的高层的内斗 一点都没消停 当然现在那帮人跟你根本不是习包子的对手啊 那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吗,权力这个东西啊 又是我的所谓的思考啊 权力这个东西啊,刚才讲三大欲望嘛 这个叫做什么肉体的欲望 第二是民身的欲望 第三是什么,是权力的欲望 权力的欲望是最可怕的 让人欲罢不能 我跟你说 不要以为习包子当上皇上了 平定江山了 所有人都是他太监,他就安定了 他就开始让老百姓过日子错 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斗争,一切的麻烦,一切的折腾 刚刚开始,人一旦进入这个无理洞 就没法回头 所以我告诉你啊 习包子他没法回头 你作为中国的老百姓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 我最看不起中国的那些我过去的朋友 我真的哪一个都看不上 出这么大的事情 一个一个呢,还在那里晒菜 还在那里晒他的书 晒你大爷的书 你还不赶紧跑楼整死你 习包子整人刚刚开始 他整安徽帮整完 他就可以整你整你什么这个帮你看 先整上海帮 什么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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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太后啊 郭伯雄啊 什么什么整的乌样乌样的 然后反手一击又整这个团派整胡锦涛 整李克强 完了现在又整安徽帮 你放心好了 总有一款就要整到你啊 总有你也有机会把你弄掉 你作为一个有常识的人 你面对细胞子这种疯子 面对他的那个权力的欲望 真的 那可假的比他的那个牙签的欲望要大多了 要小心点好吧 你要有点常识 谢谢